昨天时尚人物星秀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 至于有多隆重 看看这群星会翠的场面啊 真真是让小库看花了眼 这不是近日很少露面的爽妹子吗 无奈啊爽妹子没参加群访 小库也没法八卦一下她的新恋情 不过还好咱神经奶爸加奶量在呀 既然都给你颁了奖 那为啥红毯上不见你 难不成奶爸也耍大牌了 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了我刚要走 后来保安就把红毯给卷起来了 刚我真的我刚要走 然后那个保安大哥就说 不行了不能走了不能走了 然后就把红毯整个就卷起来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人 我说我没做错什么吗 我说我到底我也没耍大牌 我准点到了呀 他说是在为提前把那个红毯撤了 我说我准点到了我也没有怎么样 对啊把我吓一跳 这荣获年度最受欢迎男演员 我知道奶爸有啥感受咧 说实话我有点胜之不武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 他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吧 因为我觉得比我优秀的演员太多了 我觉得我今年我是努力了 但是我也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呢因为我必须实话是说 因为甜心的可爱 让大家喜欢上了我 也更爱甜心 所以我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家人的喜欢 真的我是沾了他的光了对 但是我就是不断的我能够脱离他的这个光环 然后希望可以自己能够做一些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说到你的新作品啊 最近贾小宝是越来越火了 我说亮哥呀 说好的偶像包袱咧 我还没觉得我是个偶像 对也没有 其实说实话前两年也挺装的 其实我私下就是这么个人 后来发现就装起来也挺累的 而且每次看到自己采访的时候也不伦不累的 人家本身天生就高冷 我呢天生也不是一个高冷的人 后来呢结了婚之后 后来有了孩子 我才发现哎呦 人生我慢慢参透了一些 觉得就让自己快乐就好了 然后呢就傻不拉筋的就做回了自己 没想到外拉正着 然后大家还挺喜欢的 太不要脸了 那边亮亮参透了人生 释放了天性 这边孙艺舟却因为好友蒋经夫解约的事啊 难以脱身 你跟富仔这么好就没啥想说的 啊这真没聊过 真没聊过这事 你有关系一下他吗 有关系 别给我挖坑行吗 我都带来快乐了 你给我挖坑 希望可以顺利吧 有话好好说 看来这交友要谨慎呢 谁叫你俩关系好嘞 又个全一乐 爽妹子下回能聊会儿播 北京报道 昨天时尚人物星宿典礼 在北京隆重举行 至于有多隆重 看看这群星会翠的场面啊 真真是让小库看花了眼 这不是近日很少露面的爽妹子吗 无奈啊 爽妹子没参加群访 小库也没法八卦一下 她的新恋情 不过还好咱神经奶爸 加奶量在呀 既然都给你颁了奖 那为啥红毯上不见你 难不成奶爸也耍大牌了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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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要走 后来保安就把红毯给卷起来了 刚我真的 我刚要走 然后那个保安大哥就说 不行了不能走了 不能走了 然后就把红毯整个就卷起来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人 我说 我说我没做错什么吗 我说我到底 我也没耍大牌 我准点到了呀 他说是 在为提前把那个红毯撤了的 我说我准点到了 我也没有怎么样 对啊 把我吓一跳 对 这荣获年度最受欢迎男演员 我知道奶爸有啥感受咧 说实话 我有点 升之不武 因为我觉得 可能对我来说 它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吧 因为我觉得 比我优秀的演员太多了 我觉得我今年 我是努力了 但是我也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呢 因为 我必须实话是说 因为 因为甜心的可爱 让大家 喜欢上了我 也要更爱甜心 所以我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家人的喜欢 真的 我是沾了他的光了 对 但是我就是不断的我能够脱离他的这个光环 然后希望可以自己能够做一些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说到你的新作品啊 最近贾小宝是越来越火了 我说亮哥呀 是我好的偶像包袱咧 我也没觉得我是个偶像 对 也没有 其实说实话 前两年也挺装的 其实我私下就是这么个人 后来发现就装起来也挺累的 而且每次看到自己采访的时候 也不伦不累的 人家本身天生就高冷 我呢 天生也不是一个高冷的人 后来呢 结了婚之后 后来有了孩子 我才发现 哎呦 人生我慢慢参透了一些 觉得就让自己快乐就好了 然后呢 就 傻巴拉筋的就做回了自己 没想到外拉正着 然后大家还挺喜欢的 太不要脸了 对 那边亮亮 参透了人生 释放了天性 这边孙艺舟 却因为好友蒋经夫解约的事啊 难以脱身 一根夫仔这么好 就没啥想说的 这没聊过 这没聊过 你有关系一下他吗 有关系 别给我挖坑行吗 没有挖坑 我都给带来快乐了 你给我挖坑 希望可以顺利吧 有话好好说 看来这交友要谨慎哪 谁叫你俩关系好嘞 又可全一愣 爽妹子 下回能聊会儿播 北京报道